一個曾經有depression的人 你不可以預期他有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這次開到的紅館 其實某程度上 他是一個正義傑 對於他認定 起碼他可以有個翻身 這件事情上 如果不是就很慘 這個是他媽媽 大家看看 多謝他媽媽 其實我想他最偉大的媽媽 這麼久都供養他 這個兒子就是他一生兒女債 怎麼樣 Steven 準備好女兒一生要照顧 我知道 算了 要四百萬 給了價錢 四百萬嗎 港幣嗎 他一個人要加幣 四百萬 臭小弟子 四十萬還是四百萬 四百萬 不是吧 這件事情我就不敢討論 下次我們討論男人 這一生的債務是誰 好嗎 好 今天我們一邊見到蔡峰華 很開心 希望他在香港裡面 有個 希望他心境好一點 可以繼續好下去 在紅館再開 開多幾場 他都來過這裡 反而多人多是第一場海外的演唱 是嗎 開了何百超 開了一開 雖然他們還沒說很厲害 但是繼續再開這次紅館 大家就看不成了 因為太多負面新聞 但anyway 好 希望正經小男人 也有些負面新聞 是 給點噴聲 有時候你們看了之後 可以介紹給朋友 分享 連結給他們 到youtube 希望多人 www.inix.tv 罵我們也不要緊 我們希望多人 因為我們真的很膚淺 幫幫手 罵多一點 好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